中国足球啊,说实话,咱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该努力的也努力了,该改革的也改革了 就在这三天之内啊,7比0输日本,1比2输沙特 不过呢,今天呢迎来了一个令人拍手称快的 关于足球的消息 共计有44个人涉及到足球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 已经被终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 就在上午10点,国家体育总局啊,携手公安部 联手召开了职业足球联赛专项整治工作发布会 针对现在的足球圈内盛行的赌球,假球现象 以及比赛中的行贿受贿等不法行为 展开了严厉打击 那一举查处涉案人员高达128名 并成功捣毁了12个网络赌球犯罪活动 其中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有44名涉案者被处以终身禁赛的 这个一个判决吧,判刑 这一举措呢,无疑是对中国足球环境的一次 重大的净化 彰显了国家对于维护体育 这个公平竞技精神的坚定决心 在这44个人当中呢,有几名是咱们国家的足球国脚 而且呢,这些人都是大有来头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假球的现象 要知道中国14亿人口当中 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够在足球场上 这个持聘绿音场 这个去足球竞技 但如此众多的人竟能够深陷甲球泥潭 就是他的背后也确实反映出了 现在的很多体育圈内 腐败与职业道德的沦丧 着实让人痛心疾受 在利益面前 本应该坚守职业操守被事业的践踏 就按照这样的行为 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制裁 那么这一次的重拳出击 不仅是对违法者的有利震撼 更是为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 扫清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唯有彻底清除这些害群之脉 才能够让中国的足球一片晴朗的天空 让真正的体育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这样的改变刻不容缓 亦不拥有任何的失误 因为中国足球的尊严与未来 不允许再被玷污和辜负了 那么但是实话实说 最近几年咱们的中国足球 简直就是用一个惨来形容 几乎就是遇到谁都被横扫 那真是谁也踢不过 谁也踢不过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